BO3可以说是画风为之一变啊 下路的OHQ的表现也是同样令人关注的 毕竟面对的是成名已久的一个下路组合 突然就感觉两边的对局这一场 从龙上面来看就平和了很多 其实这个风龙应该是Snaker想要拿下来的 因为Snaker这边本来就是打转线支援的能力比较好 再拿下风龙是一个如虎天翼 龙王特别喜欢这个属性 没错 龙王的这个1的启动也是要先跑几步才能启动 看你的移动距离的有个风龙更加的好 这边龙王带的是一个风暴骑士的狂勇啊 这把比较关注他 然后上单的凯兰 我是选择了一个热忱的带法 就是AD凯兰 肯定是AD凯兰的 其实对方这个阵容出个AP凯兰也是不错的 对 因为其实他在进场的时候像发条 然后这个大速这样的英雄的话 他的如果能够出一个沙漏出AP的 其实收益非常高的 但他这局已经没有任何出AP的可能性了 我连出来都是买一把醉取上线 这什么 这边的话也是稍微装了一手 很长线的蜘蛛solo这个buff的一个开局 看演技了 看能不能取信于人 上线的速度也要控制一下 不愧是圣枪哥 这个演技我还是服的 对演技非常的好 而且他是挨了大概两到三下的他打 而不是被那个buff打 buff打 龙王这个英雄 我觉得啊 Tank练这一手相当不错 上来就要打出风暴取得狂有了 这样很伤啊 但伟生还忍得住 两个招一招都没交 对 其实Tank也忍得住 也真的是忍得住 这一波可以逼召喚技能的 你知道龙王这个英雄 就是你交了闪现 你也不知道怎么杀人 所以他没交我也是可以理解 不太知道自己交了闪现或急跑到底要怎么杀人 他触发了这个被动嘛 可以再上去再烫一下A一下 可能会逼出一个招一招技能 但自己会挨两下他 像是这个演完戏之后 然后一路狂压对面自己反而要遭到Gank了 被考了一下被交了一下 交了一个闪现 没学E的好像 但是蜘蛛要赶到了 一个敌头钻过去 刚好被一个姐姐接到 反而是这一波MB会不会有点危险 但是GDR的血量是有点开优 没过去强劲的挂掉了 拿到了一血 这波不亏啊 这波不亏 而且还赚了 我觉得 而且还赚了 这个对于CNK来讲 这波我觉得是血赚 本来凯伦感觉已经跑不掉了 对 日耳机师赶到 然后把对方 这个第二个W给 溢到了 战队实时支持率我有点意外 为什么 因为我上次看到 老安爹是有 我忘记对哪一队 有个压倒性的实时支持率的优势 这边的话 可以看到尾神 这边也是 打出了一波不错的压子 开机跑要强杀 回头被反晕 但是塔没有打 没被塔打 交散线以后 点了一下平A成功的 拿下这个人头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单杀 他们应该先把机跑给交了 对方交的时候他就交 这不一定省技能呢 贵人能力的一个体现吧 这是一个线上的单杀 这边尾神的话 第一时间没有选择上去 先打他 然后是等到你把机能交完之后 我再打你 然后没有新的塔的时候 很 没错 这处理的非常漂亮 直到他动手杀人那一刻 塔都没有发现他是凶手 就是非常冷静的一波月塔单杀 对的 而且没有太多就是花俏的地方 纯屏就是小操作 双方的换血 目前还是倒半天 这一方占了一个优势下落 OHP的血量被压制一半 他是选择 他的近是选择常见水的代法 而且两边都没有点饼干的天赋 嗯 嗯 其实带三平红的话 我觉得饼干收益很高啊 对啊 那他带了什么 点错了 他点了刺客 不可能两边都 啊 难道点buff吗 点刺客吧 刺客和 哈 AD点刺客兄弟 而且是一个 应该是点错了吧 不知 还是他 反正我解不出来 如果是一个别的英雄 点buff 我可以理解 是个劲 而且两边都没有 都没有 两边都没有饼干 哇 这里 花俏鸡 进来偷的时候 是被对方逮了一手 但也没出事 跑了一下 就是在卡一个视野 这一波是 用他的急跑 打到了一个晕 但蜘蛛是蜘蛛形态进来的 没有晕的空间 刚好挖局机也赶到了 这波 二达人好像没什么信心 对 我打 我觉得是有机会人打过的 不敢去冒险 两边都有机会 两边都不愿意吧 我觉得 不是因为是开急跑上去抓的 这边是有闪的 要找一下尾神的机会 但是龙王这边没到6啊 闪现意义空了 遇到后面小兵 这边尾神是 还是被遇到了 差一点 好像这边 这边烈的大招 一直没有交 想要等这个Amy过来 但显然Sink这边 也没有铁头 Tag这边因为 之前被击下了一波之后 等级有点烈势 所以没有到6级 这波有6的话 已经杀了 就包括其实 蜘蛛这个疫情 如果能够遇到的话 也是有机会 也是杀了 对 那没办法 这边还是有视野的 然后这个眼差的不错 但如果Tag到达6级的话 其实这波尾神 掩太久 是有点危险的 没错 暈到了 但不得不说 这局Tag 对于Q战的运用的话 是非常到位的 相当不错 非常精准 这边一个绑 绑的同时 开了开几个大招 很危险 上去大招绑 结果把自己的闪现 打出来了 方尼这边是比较亏的 身枪哥是没有闪现 如果有闪现的话 这波可能 可能要杀他 对 但如果身枪哥有闪的话 可能他也不会上 这波方尼比较亏 亏蛮多的 因为他连传送都没有 他线上补刀 是被压制的很多 就是因为上路 这个补刀的差距 所以前期有一个人 他的优势 反而老关店的 经济没有领先 下路看起来 像是一个 平局的互相对抗 但硬盆慢慢的 有一个补刀领先 毕竟驴警加上 驴枪的对线压制能力 还是优于 对方这个组合 中路前期的 这个击杀 是没有带来 太多的补刀压制 比较可惜 但也已经足够了 我认为 因为发条只要能刷 龙王不能跑 这种状况下 都是伟神可以接受的 哇 下路的一个耗蟹 是让某的 剪辣血量很低 其实我觉得 在中路发条 如果前期能够 单杀龙王的 这种情况 其实非常少见的 也只有伟神能够做到了 刚才真的是 两个人的技术率 的一个差距 当然一波失误 也不能代表全部 哇 回身一个捆 也是没有捆到 中路显然因为发条的 手的长度 是让龙王也是有点 不太好下手 是 那这样呢 就是因为前期的一波 单吃了之后 然后等级上面 尾声是占据的优势 这样龙王的话 没有办法飞起来 没有办法去利用 中路的推行优势 然后帮助边路 去制造一些 我觉得现在是 减轻一下压力 不能说制造优势了 完全是要帮助下路 去把这个塔给守住 像是塔已经受到 非常大的打击了 OQQ的血量一直拉不上来 这个晕晕了 后面的话 瓦克基在护着 反而差点被Q箭打到死了 辅助一个人打出来 伤害都让他有点承受不了 尽快开启个大招 对啊 这边看过来了 平安琳可能想找 如果他距离不够远的话 可能就想找地方甩一枪 大招反打他 这边大招比较是清兵为主 撑住了这座塔 反而这边尾声过来之后 来一下 杨阳哥 杨阳哥这边 回头开启一个大招 想晕一下这个发条 但是少打出了一发雷电 哦 这没视野Q到的一个发条 晕到了之后还是跑不掉感觉 闪现没果实吗 但是还是被绑到了 空中被灌死了 这个技术 怎么说呢 就有点高 高难度 高难度 小伙子想跑 空中一掌拍下来 主要是这一波是没有办法 就没有看到尾声在背后绕这一下 其实圣强哥已经尽了全力想逃亡了 但还是失败 这边可能会被迫交代传送 因为他的大招也没了 这波传去别的地方也没有用 回线吧 可以看到圣强哥第一个装备 想出机会默认 伤害跟防御并存的一节装备 打大处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AD流的凯南的话 就只能出攻速装备了 那攻速装备里面有 就像你说的攻防一体的 最分默认绝对是其中一个代表 居然这一波 其实圣强哥死了 但是也不让太亏 他自己马来也好了 前期开局出的一个萃局 马来收益就要体现出来了 对 下落20招了 哎呦 中路其实一直都还勉强勉力支撑 都大概在五刀左右 五六刀还能接受 下落的差距就是已经20刀了 这是有点大的 对 考虑到游戏才10分钟 而且下塔也快破了 诶 直接叫治疗上去想给一枪 哦 这个小作为厉害了 但是回头的话 底下一个一枪还是被死 厉害啊 哇今天算了命出来的 这个命也太大了 这个是真的命的 诶 龙王飞了上来 这波能想找一下大树的机会吗 而且蜘蛛也是过来了 老树回头盘了一下 盘到了凯兰才没有办法 这个凯兰还是蛮肉的 有点硬 伤害打不够了 主要的王慢悠悠的飞进来 但是他的伤害是要全在哦 Q也没有在飞的过程中 叫 跑掉了吧 QR星三个东西打掉 那这波凯兰就一波飞了 配合最后拿了一个塔的衣血 诶 哎呦 挡住了 没有穿过去啊 是不是好歹 还是会被爆塔的感觉 哎呀 闪现过来 这会被双杀吗 还有一枪 还有一枪 没蓝了 它是三速血 没蓝了没蓝了 三速血能不能追到 诶 诶 还在追 诶 过来 追风 诶 为什么跑不过啊 三速血 对面 五速血 对面又不是草鞋 对啊 为什么追不到 技术营动速度的问题 不是 对面不是草鞋啊 对面又有两速啊 是两速啊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大概就是 二到三马的距离我觉得 想到你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 没有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 他主要也没蓝了嘛 否则后面再补个滑踩 人也不会死啊 这捆空了 可惜可惜 诶 但是尾神这边过来了 龙王也是在网路上 飞一个大招 拉到了辅助 然后速度再回下去 好的 直接带头 但是的话 这边在发尿 在速度辅助的时候 变形阳哥给打残了 伤害有点高 那后来碳碎跑不了 死了死了死了 龙王拿到双杀 这一波反而是 亏大发了 因为杀一个辅助 死掉的两个carry位 这么一来的话 Snaker是获得了一个 推下路的机会 而同时老干天是要推上路 上下塔的一个交换 换完以后两边 还是就都可以接受的 没错没亏的一个局面吧 接下来要看Snaker 能不能够维持住 自己中路的塔 不要掉 如果能够守住中塔的话 其实在上下长线 就两边上下外塔 全部交换掉的状况下 其实大家想想 就如果有卡牌 或塔利亚的时候 你会变成说 没有的那一方会很难打 对吧 因为对方的支援能力比较强 诶 我觉得上一波 上一波旅行 有没有这个黄炸 好像是有的是吧 所以追不到 应该是有的 上一波吗 我刚刚没注意看装备 嗯 没有吧 是吧 好像没有 别骗我 我刚刚看的时候没看到 除非我眼睛瞎 但那也是有可能 我感觉其实这个 LGQ这位选手啊 就比较急于证明自己 还需要稳健一点 刚才那个是真的不稳健 没必要 其实第一时间的那个选择 操作非常精彩了 第一时间打得非常好 老实说如果不是后面 追人家三条街 被对方砍死的话 其实我觉得其实打得很好 但其实在进塔那一瞬间 就没有回头路了嘛 因为你回头也没用 所以我以为他放弃 我以为他靠近塔的范围 就会放弃 我觉得他心里面想的是 我是三速鞋我一定追到他 一直在骗自己 换龙王来单代上路线 这条线有点长其实 龙王的代谢能力的话 也是我觉得在东路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的这个跑突能力 是要比别的英雄强的 所以这把的话 发条如果对不上这个龙王 就给到AD在边路发育 很大的压力了 但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视野 Snaker没有给他足够的视野 来支持他单代上路线 所以这边必须还是过不了合 就过合还是过得心惊胆跳 比较放强他 又是剧透 这边Tim直接开局 后面沈翔哥绕过来 这一锅 哇 一个大招 天哪 这什么combo 无线团队控制 反而是MF回头放了一个大招 哇 我抱了一个三线 OHQ的挡枪 哇 这个combo是真的 我觉得前面有讲嘛 选完他选凯南 我一直在思考他选凯南的意义在哪 第一个是他上路线上打出了一个压制 第二个是他配合团队的一个群控 确实蛮给力的 他团队有三个超级大范围控制 基本上来说他们 如果在推对方的一路的时候 是可以把一路整个卡满 就是你在这条路上都一定要被控 看一下这波 应该是第一时间杰拉的这个一技能 叫得太漂亮了 捆 然后大招 然后圣翔哥凯南一个大招进来 这两个人动都没有动过就死了 后面对方 老半天的下路双人线的一个对辅助的袭击 还是被挡掉 但这波好像一塔是没有推掉啊 可惜 还是蛮接近的 问题是发条的一个倾限能力 还有发条在对于对方推塔的造成的一个威胁 尾神这里是能够把对方给逐退 没有被拿掉中路塔 Snake拿掉中路塔还蛮重要的 但耗掉了蛮多中塔的血量的 其实这个塔可能更多在Snake这边的话 会有一些小小的优势 前面我们也反复在强调说 龙王跑图的能力是老半天这边不具备的 如果Snake能够拿下第一座塔的话 会对他们整个有利很多很多 是 视野的压制和他进行这个 野区联动干客的这种几率要更高一些 大树这把是真的很难混啊 线上遇到一个凯南 真的对线就很难受了 第一线装备出了一个逆甲 能力现在比较差 觉得这个 我记得攻速凯南我在本赛 其实看过有一个人出 是谁我现在印象比较模糊 但他就是攻速凯南其实对上大树 如果你顺风的话你就看起来无限领险 如果你一旦逆风你整个人都废了 就这个英雄是没有回头剑的 第二名装备是翔哥要选择出飓风 增加一下自己的推 这个推线能力 拳内是蛮好的 在团战中也是能够把自己的输出给最大化 这一点是做得还不错 虽然前期的节奏对于Snake来说相对的比较不利 但是进入到中期开始我觉得状况也不坏 对他们来说现在反而是一个略游戏有利的局面 不过老干爹下路的领先跟压制是有点惊人的 这个IMP为什么就领先的对方50刀呢 是 就也是边路发育的一个能力吧 就近的一个比较偏团队一点 就毕竟像这种IMP选择一个女警的话是一种后击这种射手型的AD 功能型的AD的话更多是要跟着团队一起去带节奏 他这个现在就是闷头发育就好了 这跟在合璧上前一局前一个BO3的对局里面 UZ不是被狂奔女警吗 就感觉LPO现在对于AD这个位置的理解 又比较回到这种普攻输出型的AD相对去 就射手型的AD其实现在只有女警可以上上 没错 只有女警了 女警其实他现在的功能其实在于他的W 因为他W是增加这个英雄很强的功能 然后后继手长的话是帮助这个英雄提高了很高的加分 本来西威尔应该也是一个普攻型又带有功能性的一个AD 只是在这一版对线太过劣势 我记得之前IMP也尝试过 但结果并不好 这边拿到女警应该还是一个他比较希望拿到的英雄 两边稍微平和了一下 Snaker在领先的时候节奏的速度 就把节奏整个放慢 中台也是还能够尽可能的久一点 所以Snaker也许展开不了攻势啊 对 风龙的话马上就刷新的 两条风龙 现在如果Snaker在场面上是优势的话 这两条风龙给起来之后直接多一个武术鞋 跑出和弹性的能力现在是老格内本来就比较头疼的了 那这两条风龙如果都是给到Snaker的话 是让他们在现场的压力更大一点 我还以为他在蹲 原来他在轻眼 我想说怎么花那么多时间 转换到下路 但是这跟刚才的几分钟的节奏 还是换汤不换药的 你只是龙王在上路或龙王在下路 区别并不打 转头拿一个龙 没有意外 老格内也没有出来争夺 毕竟是风龙 对于Snaker来说很强 但对老格内来说没什么用 嗯 再来是个火龙 进入了一个Snaker的节奏啊 这对老格内来说其实不是太开心 Snaker非常习惯打这种缓慢的比赛 就前期其实两边交火的比较多啊 突然就整个节奏就温起来了 所以我说是进入Snaker的节奏 Snaker这一方的想法可能进得下一件装 无尽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但进因为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落后 在等装备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现在进的话打不出太多的输出 对 其实现在这种局面对老格内来说 我是觉得是非常有利的吧 他们的阵容是比较偏后级的 然后在前期劣势的情况下 能够把这个节奏给拖下来 也是他们最喜欢看到的 包括龙的属性 我觉得相对也是比较帮他们 在传战招中取到优势 但这个龙王这个移速也太快了 真的快 他的一技能就加嘛 说实在的就是可能是下路前面的那个劣势 事实上Snake不得不把进攻节奏放换了 否则实在是 实在是慢了点 尤其这个中塔血量 事实上已经大概是这个血量非常久了 从上一波那个团战疯狂combo之后 就是这个血量 到现在都没有进度 诶 这个眼睛泡也没有发现 盲人联盟 诶 这个夹子也没有夹住他 停下来 终于去找到了那个真眼 捆到了 再上不上 这个很脆的 对方那个草头没有视野 还不干过去 可是你是解拉 就是捆个一眼没有那么障碍吧 应该先捆过了吧 应该是CD否则实在太不合理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区域稳健 其实两边后期阵容打团都是蛮强力的 也不怕跟你发育 两边都是这样 从方非常努力的在争夺这一区的视野 理由就是中路的进攻跟防守 主动权还是在于 你有没有掌握对方侧边的视野 在哪个点 其实这边视野 他并不是落后太多吧 因为他的一塔其实还是健在的 对 你说还能够守住这一区的视野 所以可以有点无计可施 感觉视野道具全部都用完 全部都CD了 增不下来 对 他没有办法入侵了 太过于深入 对 主要抢不下来 而且他们的大型控制的连接 如果要成功的话 圣枪哥也要过来 续了一个好大的球 阿宝 续的好玩 我觉得应该是移速不够了吧 是 他现在一技能的这个等级还没有起来 对 所以不了太远 对 所以就是到了后期才能够续一个大球 但已经续的很大 两条风龙还给了蛮大的帮助 正常来说的话 这个等级这个移速应该是没法推到那么大 对 其实现在Snake 其实他要去想的就是怎么样 想办法先把这个E塔给拔掉 其实他们很早的时候就在E塔这边拿到了优势了 他们其实现在的视野就只能最多做到F4这个位置 就进不去对方太深入的地方 没有信心的话 其实应该跟前一轮一样把圣枪哥叫过来才对 因为圣枪哥下路的推线是无限领先的 好 这个时候进行开始一个大招 这波E塔终于是要罢掉了 对啊 发条拉了一个大招 差点秒掉了 对啊 往后是交出了一个闪现 我不明白这波为什么要等五分钟 可能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啦 应该早一点的 对 所以其实之前的话在野区做的视野就有点无用功了 因为你的视野 跟那个没有关系最后跟那个没有关系 对 最后跟那个没有什么关系 就进蹲下来开一波大招 把对方给稍微往后压退以后一口气把他点掉 我们这一波最终还是打下来了 嗯 那稍微展开了一下自己的局面吧 可是不要回头被反推一塔 龙王去了上路 中间禁拉掉 支柱也没有往中路去 这个时候打野如果被抓掉的话 不是 这个时候辅助如果被抓掉的话 瞬间就反而被对方落中塔了 要小心 中路还来得及哦 老干爹并没有逮到对方中路一波 其实是完全open的这个状态 速度上可能也不够 而且感觉老干爹的这个 在对方南半部插的这个针眼 已经是插了蛮久的 嗯 没有被发现 刚刚自从旁边走过来的话 也是没有发现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能够看到很多东西的 这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眼 一般都是放在那个 三囊旁边的那个草丛 没错 对 然后一般放在你南半部那个草丛 其实很多时候 对面的打野或中单都不会进去 但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能够得到情报 也不够来 因为上路线不是一个攻防的焦点 现在是中路的推线权 Snake肯定是要推中路线的 嗯 夹进来 武枪跑速非常快 拉出去了 这波有点生动机器啊 他想去找一下这个辅助 所以是追着Amy去的 但是他的意图都是在辅助成效 他觉得意到这个挖具也没有用 龙要刷了 这条这条火龙 现在老干爹这波就不想放了 前面两条蜂龙给的都还算是比较轻松的 是 虎龙不打算这么给 集结了起来 懒巴不去 往下 但现在感觉Snake整个团队的机动能力是两条蜂龙体现的非常不高 所以这种这种鬼区域哦 说实在的被对方的这种范围控制击中的可能性很高 是 蓝天也是不能轻易动手 感觉被开先手的话老干爹还是很难去打到对方 轻强哥想要借由队友跟队方周旋一下带自己带动一下下路之后就可以来打这一波龙团 下路我发现自己被抓了 发现自己被抓了 时间拉得很恰到好处很及时的往回拉 河道现在快要被女警封锁起来 两边都没有选择先动这条火龙啊还是打得非常稳健的 其实说真的老干爹也很小心呢 因为对方的团队控制很强 怎么说都是要稍微注意 现在其实抓机会的能力 我感觉Snake这边要更强一点嘛 就是因为两条蜂龙的一个体现 所以老干爹很难去开到人 一个人在solo被对方给插了出来 你们要接手 这波很有机会的能够秒掉嘛 Snake不果断了不果断了 对这波Snake反而是感觉就是有点拖沓了 不应该让圣翔哥去solo这条龙 反而是送给了对面 因为这边在场被分割了 Solo的时候保持距离不够近 老实说对方过来逮他的时候 圣翔哥反身进场很轻松的 对这条龙感觉有点松的意思 其实真的是蛮放的 也没有红buff 所以龙王又要赶去收一波上路的线 略托他刚才那波对我说实话 对Snake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可惜 绝对是有机会的一波 因为其实场面上面二十多分钟 四天的优势还有两条龙 的确不应该丢掉 不应该丢不应该丢不应该丢 没理由 刚才是就是老干爹最喜欢的一个局面 就是他们五个人在抱团 然后把对面的给分割了 然后八条的球也在分割你的战场 其实是 哎呦 这招都 我定着单杀 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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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单杀 刚刚圣翔哥这边丢掉龙之后 也是反手立马就单吃了对方 帮队伍补足了现在的烈士 刚刚这一波缺失的东西吧 对 那刚才讲说就是 前面那波掉龙也跟圣翔哥没什么关系 这一套里面阴了一下 QW 阴到之后一个破坏吸一口 唱曲一直连着打被动两层 砍三条阶 闪现对方也闪现 是在意义上去一个W定到之后 两发普攻直接带走 砍死了大树以后趁着这个大树 还没有回来的时间点 那个非常果断 这一次非常果断的打 大家都一直比较远 但蛮危险的 哎 辅助这个大招少了非常多的血量 龙王拿下来了 龙王拿下来了 好的 一套技能直接先带走一个 但是挖掘机也倒地了 尹普这边回头一枪 配合发掉一个QW 直接带走 闪现再一个QW 龙王的手的伤害还不错 那这波是留下了三个人 只亏失了一个人投达的这个大龙buff 可以接受 很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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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时间有点危险 第一时间其实发条跟女枪进来都 Snake都被笼罩住了 但我觉得女枪的大招放得比较后面 如果他 哎呦 哦 OHQ一枪狙击打掉了平野铃 推塔推到一半 突然爆发人头 这个狙击的能力 哦哦哦哦哦哦 又开局 没狙到哦哦哦 没有视野 提前一步往旁边 哎 这个移速是真的惊人 他是这个开了大招之后 先给了一个视频 但是对方的逃跑路线 跟他的视频是位置不大一样的 没错 而且想跟想的不同 对方大概猜到了 中路可能会有狙击的 所以往左跑 跑得很漂亮 中路太容易被狙到了 在上一波 虽然圣翔哥是丢掉一条 那个火龙 但是立马回进了队伍一条大龙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这我不觉得是 我觉得啦 那个 你要说那个火龙掉的时候 我觉得 可能圣翔觉得如果队友 够近的话是无所谓的 就对方过来抓立刻 反开就好 团队上面 两边的想法不太一样 因为其他团队人是在推中路 稍微有点错开时机 但是现在大树如果单带打不 这个凯兰是一个好头头的问题 很难受 对 因为这 AD的凯兰就是单带特别特别厉害 就不是说打不打得过吧 就起码你得守住冰线 现在感觉守住冰线也有点困难 他要大冰锤了 他现在 下一个就大冰锤了 他现在打肉的能力 因为有一个破败的话 直居的被动连着你伤害也很高 然后推塔也很快 非常快 你看现在一个狙击他 其实基本就是不太理你 狙击吧 他可以吸血了 对 他这边会退掉 不是因为女警来 纯粹是因为雷克斯来到 是 而且很难抓到吧 因为这个现在激动力的话 等于每个人自备一双五处鞋 但其实啊 其实虽然说现在有大王BUFF 分代看起来很厉害 但Snake的队型是 你团队不聚在一起 就没有什么足够的威力 可能圣强哥我记得是 没有这个龙BUFF了吧 没有龙BUFF 死了 他死了 他没有 所以就还好 这一波其实给老格林 如果给到这个凯兰龙BUFF的话 单代的能力 其实现在让老格林很难去 对 我想讲的 问题是说 其实你Snake的阵型 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COMBO很强啊 你一个人单代的话 虽然你一个人单代也蛮厉害 因为你有很大的优势 可是你其实这样单代 很难体现出你的团队 团战阵型 哎 这边的话 直接强劲的开一波GUDWAY 韦神直接被秒了 回到一个大刀 弹起了前面的 雷克赛 后面的死队也死了 再一个打鼠直接弹死 龙王又拿到一波双杀 所以他弹起的时候 交出了一个异技能 这波就开的蛮成功的 是 上来 圣强哥绕进来 呃 没有什么剑术 但他可以回去 把上桌二卡推掉 那斯雷克他这个阵容是 连环的控制 对 也没有位移的这种 中单英雄 包括刚刚也是没有闪现啊 尾声 所以直接强劲的开一波 你没有办法去 挣脱对方的一个枷锁 就你厉害的其实是团控哦 所以我觉得分代 反而变成不适合他们的阵势 哇 哇 直接 因为自己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哦 加上有1技能 加上有蜂龙的关系 所以这边是直接没看到对方 就敢直接硬推对方的高地团 我往后退两步 我少打三下 对 我还不如扛着打 他也是没什么畏惧的 因为他撤退的速度真的是够的 下一条的龙马上就要刷了 但是一条水龙 对于这个局面来说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帮助 现在剩一个下路的二坦 其实这一场的龙属性 我觉得对于给老干尼 也是买给面子的意见 就没有让他们就是 太过于捏事 而且刚刚那条火龙也是给他们拿到的 对 所以其实如果能往后拓啊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们毕竟这个攻击属性的龙是在他们手上 正面刚刚团队的能力的话 其实斯林克并不是太强 主要还是可能要看方妮一个绕后进场就是他们最大的机会 否则的话对方的移速巨快 然后团队控制范围太大了 关键是你的双C基本上是逃不了的 对方想控制范围太大了 诶这边绑到了 诶这边绑到了 一个大刀拉回来 但是聖盃之后好像很热 死了 隐了 怎么办怎么办 还好 他的威力也够 而且他沒有跑太遠喔 保持在一個能夠再次施放W的距離 沒有把球拉回來 這邊的壓制還是蠻成功的 Tank好肉啊 這邊下路的二塔是不打算破了 全體撤掉 因為這波凱勒也死了吧 這個撤退對方是追不上的啊 風龍太強了 OHQ現在就覺得我跑速挺快的 要是我第一波越塔的時候有這個跑速就好了 這波抓到了聖翔哥的話是幫助整個團隊 就喘息了一下吧 因為之前連續的大龍buff給壓你 也是讓現在老乾爹的經濟被拉得越來越大 哇聖翔哥已經是冰錘之後還接了一個水雲攜帶 就是宇宙大雙賣 這個這個Q起來 一個Q能搶藍buff非常不簡單 這就是那個針眼的魅力 那個針眼還在啊 還在 34分鐘 這存在多久了 有沒有辦法達到什麼 就是 差了半場了已經 針眼世界紀錄 史上最長寿的針眼 而且這個針眼很深入 按照這個比賽的節奏 我覺得那根針眼真的有可能成為史上最長寿的針眼 存活達到50分鐘 你的意思就是說這場比賽要達到六七十分鐘了 沒有啦我只是說這場比賽的節奏比較慢嘛 所以他有這個機會嘛 我沒有 因為老乾爹這把要想贏的話 就肯定是要往六七上去拖了 對 往後拖 對 我覺得這把不是沒有機會啊 他們的陣容其實守高地的能力 我是覺得完全OK的 呂頸的夾子 忘了一放 對吧 呂槍發條這種AOE 包括大樹 想上高地其實是很難的 這個基本上是要用大龍BUFF去摸高地的 是 你不太可能平推上高地很難 這死那個其實就是運氣方面也是稍微偏差一點 沒有土龍和火龍這樣的戰鬥屬性 打單這個單帶 外塔其實這個外塔要掉的話也是時間問題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方妮沒能夠頂住聖槍帶來的煙壓力 哦這波偷牢不錯不錯 但速度 速度 有點慢 進直接開局 這波感覺龍打不掉啊 如果要硬打 感覺會出事兒 龍往前噴了一口 AV直接殘了 蜘蛛從上面過去想搶龍 欸繞了一圈 不如從正面過去啊 這波這樣 感覺不應該繞 你覺得呢 他直接從那邊過去 會不會好一些 我其實已經有點無語 那龍的世界打不掉就送了啊 我其實有點無語 Snake的這個決斷力 剛才那一瞬間感覺是比較 就是有點慢悠悠的 我覺得感覺好像整隊不是很緊張這件事 這波龍其實給朗格林拿到了 讓我們非常意外 朗格林蓄了一波大命啊 對 他在選擇上面非常果斷啊 對的 在這個時候 本來Snake領先的就是無數經濟的情況下 然後對方還有兩條蜂龍這樣的一個 補線能力 然後去果斷去打大龍 這個是讓我們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 就是出來帶顆球 這還不能跑太快 他跑太快會 他剛才有快過那個球球爆掉的畫面 我真的非常刺激 喔這個球有沒有收益 欸 大叔閃現一個捆綁 配個發掉一套直接秒掉的輔助 感覺現在突然整個節奏是落到了老乾爹的手上 沒錯這一波在被秒到其中一個大控制的能手 解拉之後這中塔恐怕是很難的 而且聖槍哥感覺帶不了這個高地啊 因為對方是有龍霸 雷克再龍霸不上來 反而 這個Snake領先的很多經濟空間被推掉 因為你再少一個大控制 你兩個大盤控都沒有 你基地要被rush的 靖直接開局龍王噴了一個大招 崔平花女警現在手臂要槽 MF開啟了一個大招之後老鼠盤上去直接換掉了 冰了冰絕了 這起來芳妮 哎喲芳妮還好躲過了這個地 但是偉神在上面找到機會 把蜘蛛給秒掉了 芳妮的血量不太妙啊 崔平哥已經用過了 這邊加了一個護盾以後 反身閃現上去 讓女警給收掉了龍王的人頭 下一波小兵剛好續上 這個時候靖有點無力回天 再爆掉一個門牙 聖強哥回來了 看看能不能創造奇跡 閃現一個大招 冰上人比奧多 但是沒有傷害這個英雄 被頂起來以後 迅速的聖強哥也被打倒了 竟然找機會 閃現上去 扔了一個Q以後 被對方給反殺了 撥起來的傑拉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抵抗劇情急轉直下 勞卡爹直接拿下了這場比賽 1比0